旅游消暑去乡村 有数据显示 乡村的旅游资源占据了 全国旅游资源总量的七成左右 那么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 宵夏之旅 第一站咱们就去四川甘孜 看一看无边无际的青柯田 和油菜花走起 七月的甘孜 油菜花开青柯飘香 在国道317线的两侧 上千亩油菜花田和青柯田 生机盎然 依山而建的民居 与青柯油菜花田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高原夏日画卷 不仅仅只能用美 能够形容出来的 就太震慨了 这个号码是利用 我们轨道317眼前 土地集中联盘的这么一个优势 来集中达成 量有种植 青柯农根文化的一个战士 和休闲观光物一体的 这么一个田中和地